所以我想基于这份思考之上 和各位分享一位老者的故事 这位老者是一位 参与过抗战的英雄 一位老战士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 老人家因为工作的原因 和当时的武汉医学院 有一定的接触 他了解到人体有如此大的价值 所以在当时他产生了 捐献遗体的想法 也获得了家人老伴的支持 但是这位老人家有三男一女 其他的子女已经签字了 但是他的二儿子 成为最难攻克的堡垒 二儿子在同济医学院的 法医系工作 隔壁就是解剖间 他不想亲眼看着 自己的父母的遗体被解剖 再变成自己手中的教学用具 但是最终 也在一年之后 获得了儿女们的同意 在2002年的3月19号 夫妇两位在公证处办完手续 领到了捐献证书 而在这位老者的 弥留之际的时候 因为他当时也受到了 一定疾病的影响 医院也曾多次询问 是否要进入到重症监护病房 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的时候 伤口就会对遗体的医学研究 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位老者和他的家人拒绝了 然后去世的时候是89岁 他的遗体也被送往了 武汉市红十字会 同济医学院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 这位故事中的老人家呢 叫做刘青岚 也是我们刘良老师的父亲 因为他走的时候不在场 那天晚上我赶到医院去的时候 我进电梯 就是下电梯的时候 他的遗局推到电梯里面来了 所以我就跟那个解剖教授室 认识的一个人 我说就是求他 我说你能不能这样 给我一个魄力 就让我父亲的遗体 遇到学校的时候 你给我留半个小时 我们家人赶过去 就道个别吧 就在那个大厅里面 跟他鞠躬啊 低头啊 我小时从来没给我父亲 什么接吻啊 拥抱的男孩 但他之后那时候 我是对着额头 可能亲了一下 然后就叫你进去吧 第二个人 每个人都没什么 我这里不是 funds这儿 我都没什么 你是不是